時間我們持續關注衛福部跟台中市衛生局這兩天 針對台糖的梅花肉片 到底有沒有含有西部特羅遺事 開始來回工房 今天三更半夜的時候 王必勝列了五大疑點 我們先講這五大疑點 他最後的結論 結論就是說 台糖的豬肉混進口肉是無稽之談 這當中有哪五大疑點 我們一條一條來看 首先在第一條的部分 王必勝寫道說 你台中市衛生局驗出西部特羅的那一批檢體 其實我們這後面還有加強抽驗的檢體 但這些檢體呢 包括了食藥署 包括SGS還有其他縣市的衛生局都驗了 前後六十件都沒驗到 就你台中市府那一包有問題 所以這到底是不是實驗室的問題 再來同一包肉呢 台中市府試驗了二十二次 但是呢 結果從0.001ppm到0.018ppm 都有差別是十幾倍 所以你到底有沒有按照標準的SOP來驗 那前面兩點是針對檢驗層面 後面的第三點呢 王必勝寫道說 你拿西部特羅用在飼料豬的身上 到底符不符合成本 好我們講白一點就是 假設如果真的有心人是這樣子做 利多到底在哪 王必勝呢 後續就寫道說 其實這個西部特羅其實不好取得 而且很貴 所以真的拿來用的可能性很低 而且呢 這一次被捲進風波的肉品 是台糖公司生產的 台糖他們有七十年的招牌 有沒有必要為了這種沒有賺頭的事情 來自砸招牌呢 最後 不要說台糖自產了 就連我們現在目前進口豬肉也是百分之百 竹批檢驗 都沒有發現瘦肉精 所以你這西部特羅到底是哪邊冒出來的 因此就像昨天說的 現在呢原始檢體大家呢 再檢驗一次 現在剩餘的檢體呢 大概分剩下兩份 一份呢給台中市的食安處來覆檢 另外一份呢是給食藥署來覆驗 現在要拼在小年夜之前 也就是明天之前要驗出結果 因為小年夜當天就放假了 不過呢在驗的同時 針對台中市府到底為什麼要先公布一事 食藥署的副署長王德元 又講了一些細節 他說呢其實本來這個台中的食安處 有打電話問 說可不可以幫忙確定一下數值 而且在問的過程當中呢 食藥署也回說了 你這個數值驗出來的結果 跟一切的極限職程其實很近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但是沒想到後來對方又打來說 先不用了 所以呢王德元認為說 假設如果最後驗出來 真的是沒有問題的話 那結果就很麻煩了